反正就照這個方式 點下去 想那個滾輪往前推它也會放大 你可以稍微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需要做到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改幾個版本 我建議各位 其實版本管理在Eclipse裡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因為版本管理 在Visual Studio 它的版本管理其實做得蠻好的 但是在Eclipse 如果你要做版本管理的話 該怎麼做 建議各位 如果你要下個版本的話 你可以這邊按右鍵 我自己的習慣是複製一下 再把它按右鍵再貼上 它會問你說你這個專案名稱 那如果說我要做三種變化 我就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底線01 底線02 底線 就有做三種變化 按確定就可以 那比如說第一種變化 它這個就是從這邊來的 那裡面的話 比如說我 假如我要做類似像 怎麼樣的效果 就是按下那個按鈕之後的話 除了裡面的字改變之外 那也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上面的字改成紅色的 並且字放大 成為大概40點 OK那怎麼做按下去 我把這邊先全部關閉好了 這個全部關閉 這個專案應該是這一個 換顏色是這一個才對 這個是換顏色的 再弄一下 那有三種版本 一個是換顏色 一個是切換 一個是次數 那這邊的話 做出話 我們來看一下 奇怪 怎麼沒動 換顏色 再跑一下 它已經在前面了 這個還是 OK 好 那沒有關係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sauce部分好了 那這個sauce裡面的話 基本上 如果你要更改顏色的話 我們只要做幾件事 就是第一個 在按下按鈕之後的話 更改什麼 更改裡面的什麼呢 Test Color 所以其實這一行很簡單 你要改顏色就點一下 set 如果更改就set 這個叫做T Test Color 所以Test Color 在這邊就有了 那特別注意 底下這邊 就有好幾種顏色 讓你可以挑選 那顏色的部分 這邊我按個Enter 它會跟你一樣一個Color 那Color部分的話 當然你可以給16進位 不過我建議各位 可以用內建的 因為呢 在Android裡面呢 有一個內建的顏色 那內建顏色的話 你要怎麼去取得 那個顏色的範本 其實很簡單 你就打一個Enjoy 以後的話 內建的範本 都是Enjoy開頭 點一下 它這邊會有個Enjoy的什麼 Enjoy的點 Graphic 你就打一個G好了 Graphics 點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 它的Graphic裡面呢 還有包含什麼 顏色 點Color 按Enter 再點一下之後 這邊就有很多顏色 讓你選了 比如說要紅色的話 我就Enter一下 OK 這樣的話就可以取得紅色了 有沒有 你可以打16進位 16進位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雲端上面的話 這邊第一個畫面 第二個畫面的話 你除了說 可以用這個方法之外 上面有16進位字 你可以打一個0X 然後呢 顏色的部分的話呢 比如說紅色的話 就是比如說 4個F 4個0 OK 或者用這個 不過我覺得 比較建議用下面這種 再來的話呢 字的大小 就是Test Size 後面的話 特別注意是給一個浮點 給一個浮點值 所以也是一樣 你就點一下 Set Set Test Size Size 打一個S OK 然後這邊的話 就可以 那特別注意 將來各位慢慢要習慣 就是你當你輸入的時候呢 請注意一下 看一下相關的說明 其實 如果你程式不要Bug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它要什麼 資料型態 你就給什麼型態 比如說它這後面是一個什麼 Flows 所以你就把它點兩下 或者按Enter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給它40 加一個F 加一個F 才是浮點 OK 好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 這個時候的話 你把它Save 再直接怎麼樣 再直接去執行它 直接Run 你可以直接Run上面 直接上面也可以 或者直接按右鍵 去執行它 直接把它重新Compire 然後它這個地方 會產生一個APK檔 並且丟過去 這個應該OK了 有沒有 顏色就改了 OK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說顏色換顏 所以這邊只有兩行 需要變更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變化題 是我這邊 再把它改成什麼 假如說我今天的需求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 當我按一下 是您按一下按鈕 再按一下的話 又恢復請按按鈕 的話 該怎麼做 這邊的話呢 一樣我們這邊 打開我的Source 然後這邊的話 其實我是增加一個Bulling 這個Bulling值的話就是說 判斷 預設值我給它觸好了 這地方 它的這個資料形態是Bulling 那底下的話 本來是這一行對不對 我在這個中間加入一個邏輯判斷 我想Java 這個部分各位 或者在市議員 其實也類似吧 就是If If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是什麼 B 那B 那B 預設值是True對不對 所以True的話呢 會先跑這個 這個邏輯對不對 有沒有 就是您按一下按鈕 然後呢 再把什麼 Bulling 本來是True改成什麼 改成False 有點像開關嘛 那我現在把它關掉了對不對 所以下一次再按的時候呢 會跑什麼 跑這個邏輯 請按按鈕 有沒有 它第一次改成這樣 下一次的話改成這樣子 OK 那我們就把這邊 再把它改成True 就開關一樣 好 程式打完之後 把它Save一下 那一樣再把它跑一下 最後跑出來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樣 它會把它Compiles02 有沒有 那如果我有修改 Save之後 它就會幫我再丟過去 把APK丟到模擬器裡面Run 這個時候的話呢 按下去 有沒有 您按一下按鈕再按一下 請按鈕再按一下 有沒有 不就一個開關呢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也是Java的東西 其實Java這個根本就是Java 所以其實你說學Enjoy不就是學Java 你Java底子不好的同學 請你把Java學好 這個就會寫 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Java的邏輯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按一下 按一下它會有技術 技術器的話 那我怎麼再來就是寫一個 所以版本控制我剛剛講 再貼上3的部分 那裡面的話改哪一些 就加一個Comp 這個Comp是一個整數 一個整數的一個Comp 一個變數對不對 那我就用Comp加加就可以 後面的話加上什麼 Comp 您按一下幾次 如果我今天希望改成幾次的話 那我就把Comp放在這裡 Save一下 我們一樣再把這個第三個 Hello World的03 直接執行過來 OK 那一樣它會把它Compile成APK 那特別注意 其實APK就是一個ZIP檔 如果你把那個APK 把它改名 複打名改成ZIP的話 裡面你就知道它放什麼 而且甚至它還可以繁組 它有機會再講 OK 然後按一下一次有沒有 您按一下一次 兩次三次四次 所以會有三種變化題 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三種變化題 如果說你的Java程式不熟的話 第一個在這裡 第二個在這裡 有沒有 建議一個這個Booling 第三個在這裡 OK 三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的話 大概我們就是完成幾件事情 第一個的話 就是了解各位的一個學習需求 跟一個學習的狀況 第二個就是環境建置 所以請各位 如果你今天有下載的 請你一定務必存在隨身碟 不要再下載 不然下一次來上課 你願望再跑一次 下載一次會太花時間 你就直接存在看 或者這邊一碟 如果沒有還原的話 那下一次來怎麼樣 你就直接可以WALK了 不用再有沒有 只要設定一下Android環境 我們就可以不用再搞環境了 對不對 那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Hello World 跑出來 摩擬器跑出來之後的話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三種變化 所以今天的話 大概就跑四個範例 不過其中 就是也是Hello World的變化 那下一次的話 基本上 我們就會繼續來看 那個第三章的部分 所以回去的話 請各位可以看講義的第三章 和那個雲端 白板上面的第三章的 基本介面 基本介面 基本介面元件的設計 包含就是多按鈕 跟那個一些元件的使用 我想這個比較簡單一些些 第三下一個禮拜的話 我想第三章 如果速度快一點的話 隨便還可以再講到那個 第四章的部分 第四章的話 就是訊息顯示相關元件的部分 OK